耶稣爱我万不错 明有神书告诉我 小朋友们主日蒙恩 老师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敬拜主耶稣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还小 就什么都不能做呢 当然不是啦 小朋友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以马太福音21章1到17节 来学习赞美耶稣我王 小朋友一起来说 赞美耶稣我王 月节快到了 耶稣和门徒正准备进耶路撒冷城 到上帝的殿里敬拜天父 耶稣吩咐两个门徒 说 你们到对面村子里 必看见玉匹驴子和小驴区 可以借来 可以借来 可以借来迁到我这里来 若有人问起 你们就回答说 主要用它就可以了 门徒们照着耶稣的吩咐 他在群区的族 果然牵了驴和驴区来 然后呢 让耶稣骑上驴子 小朋友 你们知道 为神呢 耶稣进耶路撒冷 要骑驴子 而不是骑马或走路呢 原来很久很久以前 上帝的先知萨加利亚 在经上说过 有一天 以色列人的王和救主 会骑着驴进耶路撒冷 因为他是温柔 谦卑的 就像耶稣 而且非常非常奇妙的是 这匹小驴子啊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可是他却乖乖地让耶稣骑上 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城 众人就把衣服扑在路上 拿着宗居欢迎主耶稣 他们因见过耶稣所行的骑士 都欢呼起来 大声赞美神说 赞美奉主明来的以色列王 一路上 有人在前面走着 有人在后面跟着 大家都喊着说 和萨纳 大魏王的子孙 高高在上和萨纳 和萨纳是什么意思 小朋友你们明白吗 和萨纳原本的意思是 求神拯救 是用来赞美上帝的 可惜 不是人人都喜欢耶稣所行的事 犹太领袖 这时 反而很生气 因为耶稣 曾经举出他们的罪 又因众人都跟从了耶稣 他们听见小孩子也大声赞美耶稣 就更生气了 耶稣算什么 这些人竟这样赞美他 耶稣却对他们说 圣经里说 孩童的口要赞美主 难道你们没有念过吗 意思就是说 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 连孩童都知道 耶稣是从上帝而来的 他们却不明白 唉 小朋友 你们呢 你们知道耶稣是谁吗 对了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是天父赐给世人的救主 是天国的王 是配得我们每一个人来赞美的 那你会主动用口来赞美主耶稣吗 小朋友 你可以唱诗赞美主耶稣 还可以以祷告说话的方式来赞美主 一定记得我们在生活当中 常常来赞美耶稣我王 请不吝点赞美主 请不吝点赞美主 请不吝点赞美主